哦 作词曲 董欧 缉曲 还有我心为何依应作动 三君弃劫我奉向 说过了自己没有归程 我无论是否成功 让一生热血不一个人有 其他无足尽重 记下多少次伤痛 要换我千年为梦 看海下巨浪太空 曾几中华英雄 时代光荣 记下多少次伤痛 我身手终之城城 看海下风平浪静 两岸白夜星龙 我是代光荣 看海下风平浪静 我是代光荣 我们家老爷叫你进去呢 你们家老爷怎么这么没有分寸呢 为什么不亲自出来接我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这是什么样的大人物 非得我们家老爷出来接呀 看样子不过是个书生罢了 能让他走正门就已经不错了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去走旁门 这旁门可是一些鸡鸣狗道之族走的 鸡鸣狗道之族怎么了 梦长门下三千克 靠谁脱险离情关 门下若有真好事 不至屡险入情关呢 你倒真会说话 既然你是个真好事 就应该目空四野心无贵贱 何必让我家老爷亲自出来接你呢 我不管你这样故弄玄虚 装神弄鬼梦过几回人 我只想告诉你 画虎不成反类犬 狂到一半最寒酸 好一个狂到一半最寒酸 那我倒想请教一下 我是怎么一个狂到一半最寒酸呢 你看看 这出门拜客呀自然是有些规矩的 要不然你就学刘玄德 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要不然你就学张义德 一把火烧过来看人家理不理你 这哑人有哑人的拜法 俗人有俗人的拜法 你这样子啊看着挺雅其实挺俗的 而且俗不可耐 你要是真潇洒呢 就用不着在家里咬着笔杆子写这种拜帖 你要是真潇洒 也用不着等着我们家老爷出来亲自接你了 初婷 怎么这么跟客人说话 小女无礼请多见谅啊 哪里哪里 小姐在这里跟客人伴随 怎么不进去通报一声 老爷 在下刘明传刘景三 请问足下尊姓大名 在下李同恩 同光普照的同恩则八荒的恩 好名字 果然不同凡响 就是浪费这好名字了 怪不得你不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帖子上 原来知道自己配不上啊 闭嘴 小女无礼多有得罪啊 里边请 来 怎么还上着灯呢 大帅 没有您的命令 小的不敢撤灯 大帅 大帅一宿没睡了 该休息了 我怎么睡得着啊 大帅 您何时进宫 小的安排 不急 太后不是让老夫慢慢看吗 大帅 法国人动作很快啊 此事非比寻常 老夫还要静思数日啊 李先生自称博士 博士无双高手寂寞 不知道这区区几行咒文 李先生认得几个字啊 你这孩子 没深没浅的 李先生不必跟他一般见识 这天下的字这么多 哪能多认得呢 请喝茶 李先生你看 二妈都在替你开脱了 你要真不认识字 跟我说一声就得了 就当本小姐我是故意拿出东西来刁难你 你要是真不认识啊 我不会瞧不起你的 只是以后呢 你别在我面前装的那么有学问就可以了 舒婷 小姐 你可真是伶牙俐齿 这上面写的是 唯十有二年 正月初级丁亥 国际紫白做宝盘 不显紫白 雍武于荣公 精为四方 薄乏贤允落之阳 折手五百 直训五十 事已先行 缓缓紫曰献荣于王 先生果然学识盖世啊 我们请了不少文人高士 哪有读得成句的呀 舒婷啊 这回该服气了吧 我反正是不认识那上面的字 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姓狗胡舟的呀 其实啊 这里面还有一段历史故事呢 在朱宣王十二年的时候 北方的贤允族 他们起兵反派 朱宣王就让国国的诸侯 他的幼子叫白的 带兵讨伐 白在洛河以北大获全胜啊 兼敌五百 辅敌五十 他们为了纪念这次胜利 回来的时候呢 就用青铜铸成了紫盘 白将自己的战功 还有周宣王的嘉奖 一并刻到了这上面 送给了宣王 回头我给他作一份译文 嗯 唯有先生 能把他的来历说得如此清楚啊 哼 其实算起来 此物俱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了 确实是国之瑰宝 难为你对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 果然是杂学旁收 不同凡响 这次我若真的奉旨出山的话 我要得到先生的鼎力相拙 哼 绝帅这次出山是要有功于社稷 身边缺的可不是能使谷物的轻客帮贤啊 哈哈哈哈哈哈 李先生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来历吗 你生长于南洋 留学于西洋 建功于北洋 有人称你为三洋开泰 也有人骂你是洋人门下的走狗 你跟李中堂做过洋务 也替他背过黑锅 可如今是书界飘零啊 你若不投在我流明船的门下一盏报复的话 还想浪道到什么时候 我要的是邦贤清客吗 不 我要的是真国事 绝帅如此之人善任 因因其许 我同温无言以对 从此以后一心一意 跟随绝帅 好 你可真心了吧 姓三兄 你这个丫头 剑队补给 还要几天 大约十天 要快 我们必须马上封锁台湾海峡 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一切令 李士比将军 已经到达了台湾海域 命令李士比 发现前往台湾的中国船只 立即击沉 是 大帅 都已经五天了 太后那边 老夫还有几点没有想透啊 自己都下不了决心 到太后跟前我说什么呢 大帅 您看咱们的胜算能有几成啊 现在还看不出来 大帅 外面有位叫李通恩的先生求见 混账 大帅闭门谢客 不知道吗 是 可是那位先生说 能让大帅睡得着觉 吃得像饭 谁也不见 是 是 左宗堂到底在考虑什么呢 李通恩不是说了吗 现在太后在等左宗堂 左宗堂时机在等老爷 这关键还在老爷自己啊 李先生说话很有分寸 他不明说 自然是要老爷自己下决心的事 我到陈王府去一趟 这是什么呀 那个李通恩给您送的沙盘 他说有了这个 大帅研究起台湾局势来 就更加方便了 所以小的就自作主张 请大帅恕罪 左帅 收了晚生的礼物 难道不说声谢谢吗 赏银千两 李先生 您跟我到帐房 您赏银去吧 不 怎么 亏了你的吗 素文左帅 一心只是为了国家的安危 没想到啊 这一开口便是说银子 那你对台湾局势有什么看法 说说看 法国人攻打台湾 必将先切断内地的这些增援 这样保卫台湾的这些守军们 也只能是孤军奋战 表面上看 法国人是飘洋过海远道而来 补给不足 可实际上 在台湾这块领地上 他们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 这就是老夫几天来解不开的疑难啊 可是更糟糕的是 大清的律力是师徒者斩 一旦战事开始了 各路守军可就是各守齐门了 更容易被人家集中优势兵力 逐个歼灭 莫探国法 只讲战法 战法 这战无定法全在灵活激动啊 好 请坐 看啥 王爷 绝帅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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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这回只有您能帮明传了 起来说话 怎么 还是为了左中堂的事 正是 左帅他为国担忧 只是对明传承见太深 如此久拖不绝 只怕会误了台湾哪 那依绝帅的高见哪 请王爷跟兵部打个招呼 让明传使用一次兵部的六百里夹集一传 兵部的六百里夹集 那可不能随便用啊 只有军机处才能派夹集出京啊 正因如此 明传才来求王爷 先生的见解精辟得很 令老夫毛色顿开啊 左帅您是虚怀弱骨 也令婉生敬佩啊 只不过婉生刚才所言 这无非是照葫芦画瓢罢罢了 你是照的哪个葫芦啊 刚才我所说的重点 全都写在刘绝帅的五倍折子里了 哦 老夫倒是一直忘了问问先生 是什么人了 我是刚刚投到刘绝帅大集底下的一个门客 励志于跟他去台湾 保卫咱们大清的国土 刘明传一身匪气 不择手段 可惜了你这块好材料啊 这要看为了什么 如果是为了私人的利益 那就是无耻小人 可如果是为了国家 那将是千秋英烈 可刘明传想的就是 自己怎么当上封疆大吏 了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身后名 这也是义不容辞的事啊 灵牙利齿 可当不了枪炮用啊 现在东南战局 全都记在您一个人身上 我相信您也不想看到您的手下无能 把咱们大清的江山拱手相送 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吧 老夫亲父抬到 拿着咱们刘绝帅的五倍折子去吗 你 来人 送客 哎 六明川 差不多就行了 皇上和太后啊 也就是看个大概齐 那可不行 这玩意儿差一点就开不起来了 太后 皇上 有了这个火车呀 几天的功速 成千上万的军队 就能运到几千里之外 嗯 只要咱们有了这铁路啊 再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钱 养那么多的兵了 一个兵能当十个兵来用 哪有战士啊 咱们派兵过去就是了 嗯 刘明川 太后和皇上那是要问你台湾的事 你总骨头这干什么 这元叔也解不了尽可呀 这玩意儿真好玩 真好玩 瞧吧皇上乐 这宫里头什么玩意儿没有啊 皇上稀罕过什么呀 咱们一瞧见这洋玩意儿 就乐得像什么似的 太后 这小火车是臣自己带着铁匠们打造的 臣觉得这东西啊 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就想让太后皇上早点看到 那照你这么说 你在家这么些年 竟琢磨洋人的东西了 臣学洋人 是为了抵制洋人 这是以一质疑 本来人家先进 咱们闭着眼睛装看不见不肯学 那就只好挨它 那依你 样样都得学洋人了 那也未必 洋人的东西也有它的弱点 那你说说 眼下这法国人的弱点在哪儿 咱用什么法子制它呀 守台湾 关键在一个拖子 法国人力求速战速决 拖不起的 那咱自个儿就拖得起吗 法国人劳师远征 最大的弱点就是补给 如果没有煤 如果没有淡水和粮食 他们就不得不退兵 如果派明传去台湾 明传就是射出这条命 也一定把法国人拖垮 别来不来就玩命 这黄桂兰不是把命都射出去了 结果呢 保住的是他自个儿的明节 丢的是咱大清的江山 人家左宗棠从来不说这个 不是把被人家占去的地盘 都给夺回来了吗 我看你呀 还得向左宗棠讨教讨教才是 亲爸爸我看这个人是忠臣 让开来 快 兵部六百里夹击给刘绝帅的 好 有什么情况吗 右前方发现中国船人 准备发动攻击 准备 将军 那是只鱼船 名者 我们的任务是基尘所发现的 一切中国船只 全所前进 前主炮准备 是 前主炮准备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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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你把这个送给左宗棠 能惯用吗 只要左帅心中还有国家的话 这一次 他肯定会好好做不做 好 各炮台给我注意 第一剑接近 立即开炮 是 准备开炮 看来 他们要打基隆去了 不可能 要打也只能打这里 台南是台湾的首府 打下了台南 就算是打下了台湾 刘大人 基隆有深水港 还有煤矿 他们总不能在海上漂着吧 刘大人 法国人却有可能打基隆或者淡水 还望大人早做安排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台湾的东西南北 都是我的房地 大帅 这是刘明传送给您的 他亲自来的 是 他一个人来的 末将不敢收 可他把这个塞给末将 转身就跑了 他真是要敢和老夫硬到底 还真像是为国请命 可他撑不住了 送上礼了 闹了半天 还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 他说里面是退敌之策 打开 大帅 这不是顶带上的马老珠子吗 他送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曾文正公给他的东西 曾老朔给他的 对 刘明传刚到淮军的时候 淮军还很弱小 还离不开乡军的羽翼蛰护 那个时候 曾国藩视淮军将士 如三乡子弟 刘明传是被他最看重的一个 我记得曾文正公第一次见到刘明传的时候 就赏了一个马脑珠子给他 叫他以后 在立功受官的时候 配在顶带上 这件事情很有名的 你没听说过吗 好像听说过 可是这个时候他把这个东西给您送来 是什么意思啊 老佛爷 左宗堂求见 左宗堂给老佛爷请安 起来吧 怎么眼力见啊 赐座呀 奴才知道赐座 可人情得留给主子座 这才是正理啊 瞧瞧 我都把他给宠坏了 下去下去吧 折 你看看 我就喜欢效仿秦龙爷披折子 有的只是一个字 好 或者照发 再不就是知道了 你想啊 那些什么正事都不干的那些人 上了折子就知道阿姨奉承 你能披个什么 只好是知道了 我跟你说 这知道里头可是学问大了去了 你怎么琢磨他都是通的 太后办事 也颇有乾隆爷的一方 你可是以耿介出名的 咱们也学会拍马屁了 你要是上这样的折子 我就学乾隆爷的办法 批你五个字 放你娘的屁 真不信乾隆爷会有这样的批式 这可是真的 我亲眼见的 那折子上就是这么写的 臣也有固执偏见之嫌 臣突然想起前几年 淮河两岸大汉 恶嫖遍地 传说刘明船 拿出几十弹粮食赈载 可见此人也还心存人厚啊 你怎么又想起他的好来了 这些日子我就等着你来 给我讲讲他那份折子 看他说的那些打仗的法子在不在理 现在法国舰队都来了 还派了公使到上海来谈 咱这头要打要谈 八字还没一瓶呢 这朝廷上下大清子民都等着你拿主意呢 老臣勿示 一无战计都是老臣之罪 刘明船的方略可用 抗法宝台非他莫属 可不可用是一回事 管不管用又是另外一回事 让我瞧瞧这个折子 你说这折子我得怎么个批法啊 刘明船志在台湾 却不拘泥台湾 从全局着眼 已有相当的胜算 那我就批个好 好 谁都知道你左宗棠从来不说假话 你的话我信 有你这几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给巴多诺发电我军已进入指定位置 是将军 从现在起 连只鸟也别想飞过台湾海峡 巴多诺可以在谈判桌上漫天要价了 将军阁下 据我们的情报 这段时间 中国政府没有向台湾派遣一个援兵 也没有运送一发炮弹 他们到目前为止 还在为选派主帅而争吵呢 我说过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拖了 他们只能挨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在东阁大学是左宗堂 为钦差大臣统领东南防务 臣领指谢恩 在刘明传以巡护贤都办台湾军务 臣刘明传领指谢恩 卓张佩伦为福建水师会办 卓张佩伦为福建水师会办 臣领指谢恩 查广西巡抚徐元旭 云南巡抚唐炯 林郑逃脱之最属实 除斩尖后 亲此 再有为敌不前者 斩 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 李同恩 李同恩 叫你呢 你怎么不答应一声啊 我这些鸽子都叫李同恩 你叫哪个 我叫那只会说话的 冠冠居旧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你是刁蛮无礼啊 你怎么那么啰嗦 有这么事找你呢 什么事给大小姐寄成这个样子 那边有个人特别讨厌 你就帮我教训她 你不是练就一套御女剑吗 什么人是小姐教训不了的 我可是淑女 我只能跟她动口不能动手的 那我还是君子 我连口都不能动啊 李同恩 这可是我第一次求你啊 别跟我推三祖四的 好好好 走 大小姐你得记住啊 以后再叫我 你得叫我叔叔 美的你 叔赢了叔吧 这差不错啊 就是她 就是她这条狗 把二妈虾 差点摔了个跟头 碎狗宝贝 那夫人没事吧 倒是没事 回房休息去了 这可是好茶 这跟狗怎么动口啊 还是你动手吧 到底帮不帮忙 乖乖这好茶 走 这比龙井啊 一点都不差 来喝点 大小姐 你别着急 看我的 怎么 不好喝啊 小姐 不好意思 夫人没事吧 喝你的茶吧 这我 我倒无所谓 不过我 我这狗可是喝惯了龙井茶 对你们这个 安徽奇红茶的 他还有点 不习惯 那当然了 这茶是给人喝的 不是给狗喝的 难怪他不习惯 这位先生是 在下是绝帅的门客 我叫李同温 既然是门客 那有些事就跟你说不着了 怎么说不着啊 人家李先生 现在可是总管呢 刘府大大小小的事情 李先生不点头 那可不算数 总管 那有些事 我还真得跟你说一说 这不 淳王爷派刘绝帅呢 去守台湾 可他还有一些不大放心 就叫我过来 帮着帮着 这个 对 这是 淳王爷写给绝帅的信 不不 这不能给你看 对 这封才是给总管的 我忘了介绍了 碧人猪 铸手磨 你们可看好了 我的伙食标准的 每天是一两银子 别的都无所谓 主要是得有肉 这可是淳王府的那老规矩 另外还有件事 麻烦二位给我这条小狗专门准备个房间 不是 我 真贵 既然是淳王府上的高人 我们当然要好好安排安排 客气客气 以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还望大家多多配合 我看这样吧 咱们现在就到各屋去看看 我心里有个数也好安排 好啊 要不先给小狗安排房间 然后再给朱先生安排 好好好 来来来抱抱抱 那咱们走吧 行 陈刘明传叩见太后 太后吉祥 起来吧 刘明传 这回你总算是走成了 谢太后恩责 你要多谢谢淳王爷 谢淳王爷 要走了还有什么话要说说吧 臣此去台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唯一惦记的就是铁路的事 请太后再想想修建铁路的事情 刘明传 修铁路的事事关重大 朝廷自会考虑 你就打好你的仗就是了 欧洲列强都建有铁路 铁路通国家强百姓富 我大清若想在今后的世界 不再处处被动 就应该顺大潮而动以徒自强 否则就算是这次难关闯过去了 下一次可就难说了 你这张嘴也真够厉害的 我就喜欢你这有话说话的脾气 每天我坐在这上上下下都来哄我 稍不留神就让他们给绕进去了 难得听见几句真话 我还听说你有两件宝都是些什么呀 不算什么宝 一件是一柄羽扇 是当年曾大帅送我的 这个曾国藩他也真够小气的 送一把羽毛扇给你 陈猜测 曾帅是想让我学学诸葛孔明 多长点质毛 与上关金运筹帷幄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哪另一件呢 是我的羊枪教席碧南尔 送我的一柄军刀 听人说这个碧南尔 在咱们大清国混了大半辈子 这个人他是忠于咱们呢 还是忠于法国呀 当然是咱们了 宜人呐 沾上毛笔猴都精 你得小心 别让他们呐吃里扒外 老佛爷什么都知道 老佛爷刚才说的奴才听都没听过 你没听过的多着呢 老子不是说过吗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可见这三是最吉利 最大的数 你有两件绑不好 我要再给你凑一件 谢太后 李莲英 把洋人送给我看戏的千里眼给我拿来 那个 这千里眼本来是打仗时候的玩意儿 拿来给我看戏 这戏台子离我不过几丈远 他还以为我眼神不记到那个份上 谁要这么说可是有眼无珠了 老佛爷一抬头能看清树上的麻雀是公事母 就你会拍马屁 太后送你这件宝 是希望你目光远大 胸怀全局呀 谢太后 你还有什么难处 趁早说啊趁着我心情好 缺钱 臣到了台湾要买枪炮 要操练军队 要建炮台 也许臣不该张这个口 朝廷从没收过台湾的水银哪 而且兵部的军饷也从没少过台湾的 宽裕点总是好 难得你一片心 这样吧明儿啊我在宫中赐宴 招待六部九卿到时候你也来 谢太后 来来来 朱先生 里边看看 这间房给小狗住还合适吧 凑合 凑合 要不先让您的小狗休息着 咱们去看看您的房间 那正好我小狗也累了正好 让他休息休息 好 搜搜 好好 我来乖房 我来乖乖 歇着啊 搜搜搜 刘大帅 左大帅在那边等您半天了 请您过去一趟 请 朱先生 这下您放心了吧 这个绝帅这两天呢就要启程了 让大家伙呢早点做好准备 关键是要把事情做得紧紧有条啊 那是啊 现在有了朱先生您呢 我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呢就请您多多帮助了 哪里哪里 那我呢也就是虚长几岁 以后有什么事呢可以向我请教 你们年轻人多问问 对你们有好处啊 多谢左帅栽培 不必客气了 既然朝廷让你去了台湾 还望你振作精神 杀敌建功 左帅请放心 明川 我不放心 本来 这个朱子我是要还给你的 可是后来我一想 还是先留在我这吧 也让你有个忌惮 你要是在台湾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我可不会放过你 还望左帅多督导明川 你那个沙盘做得不错 可惜我用不上 你带到台湾去会有用处 你到了那以后 台湾的军政就由你主持了 小的事情我也管不着你 可是大的方面 我要跟你阅法三章 左帅 请讲 第一 台湾的主军都是湘军 而且很多还是报春庭的部署 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可是国难当头 你们之间要相忍卫国 绝对不可再有门户之见 台湾不要再因为 相怀两军的过往而误了大局啊 左帅放心 我会对湘军将士 以诚相待 第二 我知道 你对如何守台湾 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 可是朝廷也有朝廷的考虑 一旦朝廷的考虑 和你自己的想法有冲突 望你以大局为重 不要自行其事 明传牢记在心 第三 台湾孤悬海外 台湾的老百姓 一向对朝廷是心向往之 我听说 刘敖在台湾治理的不错 开皇帝设学堂 台湾的老百姓对他很爱戴 你到了台湾 一定要和刘敖 精诚合作 不要起冲突 明传会多向刘敖讨教 如何治台 如何保台的 幸三啊 你龙马生涯几十年 为国家立大功 建齐勋的机会来了 你要好自为之啊 左帅嘱咐 明传谨记在心 反正朝廷已经给刘敏传下了旨 你那点消息也没用了 你不愿意说 就烂在肚子里吧 刘公子 这航道上的规矩你是明白的 得先付钱 拿去吧 千真万确 刘明传的闺女是叛逆之女 人家把经过都写出来了 这证据要是到了朝廷 刘明传怕是连脑袋都保不住了 还去什么台湾呢 您家老爷子啊 就等着升官吧 这闺女的亲爹在叛军里 也得是个官吧 是是是 刘公子啊 刘公子啊 要想进一步查清楚 恐怕还得 得按航道上的规矩吧 你看我真是没用 一条小股就吓成这下 好了 行了没关系的 再说了 我的儿子 江文胡子 错不了 来吧 老爷 我看主守魔这个人 还真是不敌李同恩呢 这个人呢我是知道的 他呢先加入了太平郡 既然加入也就罢了 在攻打九江的时候呢 他又反水加入到曾大帅的麾下 又因为贪污响淫 差点叫曾大帅把脑袋给砍了 隔了职 从此啊他就四处钻营 有这种熟手两端的人搁在身边 的确是麻烦啊 春亲王派他来 无非是监视老爷 不过咱们老爷一心畏国 也不怕人家抓什么小辫子 老爷 酒席准备好了 好 走吧 绝帅你也太客气了 守魔在厨房府 服点小则 以后还望绝帅多多的提鞋呀 请坐坐 提鞋呢谈不上 此次奉上玉抗法宝台是个苦差事 枪林弹雨里能不能保住性命 这都难说啊 明川先敬二位一呗 绝帅神勇 那是天下皆知啊 那法国人呢 根本看不住绝帅打 来我住绝帅 齐开得胜 马到成功 请 我家王爷说了绝帅掌印那是一品大员 湯来了 爹 二妈 郎中在前厅等着呢 说是药方的事需要修改 请二位过去商量一下 小姐 你来得正好 今天小狗把夫人给吓着了 守魔正愁 没机会赔罪 我就敬小姐一杯 这酒我不会喝 可这汤我最感兴趣了 先生不知道啊 平时我们大家吃饭都是在一起的 今天您来了 爹都不让我上桌 我还真想借着先生的光 跟着喝碗汤 谢谢绝帅对守魔的太爱啊 爹二妈你们快去吧 郎中等着呢 好吧 那就失陪了 好在都是自家人 慢走 失陪了 请别帅慢走 夫人慢走 朱先生快快坐 不不客气 李先生您坐 来来来来 朱先生 刚才肯定是绝帅在 你太拘谨了 真的没有 我给你准备的叫什么酒吗 这叫出征酒啊 而且这几道菜 也是我特意吩咐厨房给你准备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道菜 叫赴汤蹈火 怎么个赴汤蹈火呢 当年康熙爷在避暑山庄避暑 遭到叛军的突袭 承德县令只身赴敌营 劝说叛军撤离 临行前康熙爷亲自吩咐 做了这道赴汤蹈火的菜 您先尝尝 好一道赴汤蹈火 这次咱们给爵帅 也是赴汤蹈火 再草不辞 赴汤蹈火 您尝尝 好吃 真好吃 您别急 我给您介绍第二道菜 这道菜 叫慷慨悲歌 怎么个慷慨悲歌呢 也是康熙爷跟承德县令临别的时候 他们两个一起吃的这道菜 康熙爷和承德县令 尝尝 怎么样 好吃 真不错 还有这第三道菜 这第三道菜 推心致富 当年康熙爷和承德县令 结为挚友 虽然他们两个地位悬殊 但两个人推心致富 也是传为天下美谈 这也是他们两个最爱吃的一道菜 这更得尝尝了 好 好啊 老弟 咱哥俩也得推心致富 以后老弟的事 你就包在大货我身上了 来 干 见面 坚弹 你 好 别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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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